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购物分享 今天除了服饰之外,还有一些包啊,还有一些凉鞋啊,还有一些发饰啊什么的 我很久没有跟你们在视频里面夹杂着说这些小东西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平时又很喜欢不间断的买这些小东西 先跟你们说这几个发夹,这个发夹的颜色就很夏天 它其实有很多个颜色,自己就买了这三个颜色 它这个就是这种亚克力材质的,就是一个这种蓝色 然后夹杂着这种白色,特别像蓝天白云的感觉,就很清爽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纯白色,其实也不是特别纯白色 它其实里面还夹杂着一点偏光的感觉 打任何的衣服都可以搭这个白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这种西柚色 也是夹杂着一些那种白色在里面 就也很多汁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发夹不是特别大 就是我一般会用它就是扎那种公主头的时候 会用它在后面夹一个 或者是扎那种比较小的辫子的时候 让它夹一下 我还有两个特别离谱的就是这个 我买回来就是一直放在那里 我连碰都没有碰到它们 就是我连上头试过都没有试过 而且我以为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 我以为它大概就这么大的样子 但它卷这么大 我要给你们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真的很大 所以上头的话是能看到它这个蝴蝶结的边边的 就很适合那种比较淑女的同学带它 它是这种夹子就这样捏开 然后把这个头发夹进去 然后再把它按一下就好了 这个夹子特别像我小时候 我妈妈带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装置 然后小时候特别喜欢玩这个东西 就捏开 然后再把它关起来 再把它捏开 这件特别特别的纤 它是那种比较中性的纤 这件它整体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袖子 我感觉就是像哈尔的一栋城堡里面 哈尔的衣柜里面的衣服 它就是做的特别高雅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第一眼是看到这个袖子 可以看到它这个袖子是做了两层的 里面一圈小的是手臂的 然后外面还做了一圈这种比较 轰一点的感觉 它这个领子是做这种微型的一个领子 它下摆不是松紧的 它就是做一个这种往里收的一个这种感觉 特别像那种南瓜裤的那种裤脚 它这个面料上面是做那种花朵纹理的一个面料 里面是做一个这种比较轻敷的一个内衬 就没有那么扎 但是它袖子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点扎 就是没有那么轻敷 但它这个扎的程度我可以接受 因为它真的很美丽 所以我就是可以忍受它的这个扎 这套是一个套装 然后先跟你们说它是上衣 就平时我自己出门逛公园啊 或者是需要去运动的时候 我会穿一下这个套装 因为就很方便嘛 这一套就可以出去了 但这个上衣它其实还可以单独再拆开搭配 像我自己会搭一条这种白色牛仔裤 再背一个那种包 也很好看 因为它这个上衣很有趣 就是做一个这种夹两件的感觉 它这个灰色的部分是这种滑肤格面料 就会比较偏休闲运动一点的感觉 这个白色拼接的部分 又是做了那种有点纹类的棉布 看上去是很有层次感的 长度是这种中等偏短一点的一个长度 搭配这种高压的牛仔裤就很好看 它裤子跟那个上衣的灰色是同一个面料 就是这种滑腹文革的一个面料 这种面料就比较稀罕比较透气 这一条也可以单独拆开来穿 因为它这个就是很简单 很基础的一个种胃裤 整体就会比较的宽松 比较舒适 接下来是一个背心 我真的很少穿背心 像我去年的话就穿了一次吧 就是那个绿色的无袖 那件绿色跟这个版型会比较的像 就是这种肩会比较宽一点 然后它是修饰手臂的那种无袖 因为它这个肩不是那种窄肩 它不是从这里消失 它是延长到了这边 然后再从这样子下来 就会有一个很垂顺的修饰手臂的一个感觉 就会显得手臂非常的细 如果平时也是没有怎么穿过无袖的同学 可以去试一下这种版型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无袖也是可以修饰手臂的 当然说它这个印花是这种比较抽象的 但是我第一印象就会感觉是那种 特别朋克 然后会比较酷的那种感觉 它袖口其实是比较长比较大的 我自己一般是在里面穿一个那种运动内衣就可以了 这又会比较安全 然后又是会比较的美观 这版型就是这种宽宽大大的 穿上去就很舒适 接下来是一个短袖 这一点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在这边做一个这种扭扣的一个设计 它是把两边这个面料捏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这种褶皱的一个纹路 它下边这里也是做一个这种不规则的感觉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开叉 所以它上升这一块就会很特别 它这一件的尖也是这种有尖线的 就不是那种落尖的款式 然后整体的颜色就是这种浅花灰色 不管是它牛仔裤啊或是短裙都可以 我还买了一件这个背身 对我本来是想说这样一套 然后里面再搭个那种白色的短袖 我这样一套拍出来我自己预感是还蛮好看的 很迁徙年很复古的感觉 这个背心我没有在视频里面试穿 就我到时候想说拍了照啊 或者是再出一期那种单独的视频给你们看 股子会比较贴身 但它这个面料是这种有弹性的牛仔 所以穿上升的还好 是属于那种比较好看的裤衫 左边裤腿这里做一个种金属的标签设计 扣子也蛮特别的 是这种花的一个形状的扣子 然后在裤脚外侧也是做了一个种小开叉 也是一个这种花的形状的扣子 也就可以把它这样敞开穿 或者说把这个扣子扣起来 这个颜色也是那种淡淡的 然后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灰掉的一个牛仔 我看是没有停下我们裙子的脚步 这个是一个连衣裙 但它这个背心跟它这个裙子是分开的 它这个背心可以单独搭一些衬衫啊 或者是外套什么的 裙子单独的话就是一个这种一字间的一个裙子 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它这个背心搭起来很特别 然后它这一件裙子是比较贴身的 它那个模特图也是就是腰这一块会比较的贴身 所以它这个腰这一块会有一点褶皱 它这个背心就是一个这种有弹性的一个棉布背心 然后是做一个竖条纹的一个针织 肩膀这两个拉链是可以拉开的 它是做这种松紧的一个感觉 然后是刚好在手臂这个位置 它前面这个胸的地方也是做这种褶皱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也是这种松紧的 所以穿上去的话会有一种无中生有的感觉 它的这个面料是这种比较薄比较软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比较舒服的一个内衬 可以看到这个面料不是特别厚的那种 就可以完全捏成这么一绳妥 这个连衣裙的话 它这个长度里面穿个安全裤 然后坐下户是站起来是还可以的 就不会说特别特别特别的短的那种 但是也是属于比较偏短的 但是我是要时时刻刻去拽一下它 因为它坐下去之后这边会有一点就皱起来 就站起来之后需要拽一下 接下来还是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的上衣是一个这种长袖的一个衬衫 衬衫跟裤子都是那种很嫩的鹅黄色 它这一件会比较阔形一点点 就单独上身穿起来也很好看 它在左边口袋这里做了一个这种标签的一个设计 就是绿色拼这种白色 前面这里是做了这种缝线的一个设计 面料是那种比较轻肤 然后比较舒适的那种衬衫面料 垂感跟挺度都很刚好 裤子也是一样的 是一个这种鹅黄色的 可以把这个腰的部分这样折下来穿 这样子穿就会比翻起来要更特别一点 但是我自己日常的话还是喜欢 它这样翻上来穿 裤角这里可以看到做一个这种白色的拼色 其实它不是只拼了一点点 它是整个在里面都做一个这种白色的内衬 这种套装穿起来就会比较的省心 如果说不想把它这样子一套穿出去这样拆开穿也很好看 这件是一个短袖衬衫 它这个衬衫的面料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这种比较有垂感 然后会比较光滑比较轻肤的这种面料 整体都是这种比较偏柔软的 就不像一般的那种衬衫 就是会比较的有硬度 它就是会比较的软 上层的话就是很丝滑 然后特别像水一样就很舒服 它领的是这种小微领的 四个角有不同的图案 它这个图案是做的这种有点胶硬的感觉 看起来好像是那种有一点厚度的 立体感的那种发泡的感觉 它这个图案其实不是很厚 就是那种正常的一个厚度 就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立体感而已 不管是把它这样单穿 或者说里面搭一个那种小背心穿 都很好看 这版型是这种比较宽松 但它不会特别特别的长 它是一条这种牛仔短裤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衣柜里面还有很多牛仔短裤 但是好像就是没有新的这条的版型 也是没有这种模特的感觉 这条它的腰还有它这个臀尾跟尾 就会比较的合适 然后它裤腿这两边磨破也是不一样的 就我觉得磨破的也很好看 像它这条两边 还有它这个后面 都是做的这种小小的一个磨破 不是那种磨得特别夸张的 就是很刚刚好的那种磨破的程度 像它这个牛仔的厚度 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 就是会比较的偏柔软一点 但它这条没有弹性 这是我最近买的一个包 就是一个这种风景的一个图案 它的面料是那种 有一点点光滑的感觉 自重不是很重就是那种比较轻的一层面料 它会有一点点挺度 这里面 我很喜欢它这个图案 不管是背这一面 或是背这一面都很好看 这个绿色的带子是这样绑起来的 就是防止可能漏东西出来 但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 它这个肩带的部分是做的这种蓝加白的一个拼色 为什么视频里面拍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视频里面拍它这个颜色拍不出来 它这个颜色其实上是比较荧光的那种粉红色 视频里面拍出来有点发白 它的材质就是这种毛毡 毛毡 你说它厚吧也厚 但它也容易变形 就这样压一下可能就会有到折痕了 它的包型也很大 就可以放很多东西进去 它后面是这样子的 虽然说它很大但它很轻 就没有什么重量感 接下来是凉鞋的部分 我夏天的话会比较喜欢穿凉拖 这双它的色调就是这种棕色系 它是作为一个这种方头的一个鞋底 鞋面是做三个这种不同颜色的一个一字袋 它三个颜色搭配的很好看 它的鞋底有一点点的厚度 踩上去会有一点点那种软软的感觉 就是还蛮舒服的一个拖鞋 接下来是一双这种黑色的凉鞋 这个鞋我是搭配着今天一个那个裙子穿的 会有一点点厚度 它的这个不是那种拖鞋的形式 它是在后跟这里做一个这种很细的一个袋子 其实这个袋子上肘没有什么存在感 上肘穿起来感觉它好像没有存在 这双鞋穿上去也是比较软 然后比较舒服的 在前面这个部分这里是做这种皮质的 然后在这一条呢是做这种网纱 跟这种一个爱心的一个金属装饰 它很便宜 我不知道它后期会不会就是什么脱胶啊什么的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不会的 上肘穿起来也很舒服 接下来这双拖鞋的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它实际上是那种灰豆绿色 就是很高级的一个那种绿 一眼就是看到这个绿色 按道理来说其实这种绿色它不是特别的白搭 但其实到手之后我会发现还蛮搭蛮多颜色的 你看搭配我今天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它这个根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厚度 不 它这个是 拨在里面的 整个脚穿起来是包在这个里面的 脚会比较宽的话可以买大一码 不然它这个边会卡那个多出来的脚 然后它这里是做这种圆形的一个镂空图案 就脚穿均的话是这样子的 当时看的时候我也以为它是那种很重的 结果到手之后发现它就是还蛮轻的 近期买的一些东西就这么多了 我后面准备再出一期凉鞋的合计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蛮需要这一期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